第87章 破院 下 院门被敲响 轩轩破去问话 过多时便回来 少年的脸上虽然满是烙腮糊 也无法完全演住了红色 那是紧张的 也是害羞的 因为一位打着油纸伞的少女 跟着她走到了藏书馆前 唐36看着那名亲厉的少女 威义的说道 哪里来了位丁香般的姑娘 轩轩破有些紧张地搓搓手 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问了也没说 唐36说道 那你就让她进来了 虽说昨夜才刚过的七夕 何至于如此 轩轩破连忙解释地说道 他说认识陈长生 陈长生正在看书 听着这话 放下书卷往箭外望去 发现还真的认识 不是那家府上的小姐 而是东御神将府的大丫鬟 双二 他自然不会对轩轩破说明 起身走到藏书馆外 对双二说道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距离上次双二到国教学院来找他 已经过去了数月的时间 双二把游子伞收拢 示意他跟自己到了一些偏僻些的角落里 有什么事情吗 他问道 双二看着他 想着昨夜青藤燕的那些传闻 神情有些复杂 想了想后说道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 你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夫人和我当初对你的评价并不正确 陈长生说道 你有你的立场 所以不用道歉 他说的是真心话 一直以来他都只会说真心话 双二细眉微调说道 你不要误会 我对你的看法或者有错 但不代表我就支持你和小姐在一起 就算你学识过人 但不会修行 终究还是个 他虽然不喜欢陈长生 但毕竟没有什么坏心肠 他把废物两个字是收了回去 但谁都知道他的意思 陈长生说道 你支持与否 对这门婚事没有任何意义 双二有些生气 说道 我和小姐情同姐妹 我比任何人都在意小姐的幸福 你在青藤宴上拿出婚书 杨梅吐气了一把 可是你想过没有 小姐和秋山君之间本是良配 却被你这样破坏 于心何忍 所以你是来替秋山君打抱不平 陈长生看着他说道 你应该知道 昨天夜里青藤宴上 你家小姐让白鹤带了封信 在信里他承认了这门婚事 而现在你似乎是对这门婚事 有不一样的看法 甚至还替别的男子打抱不平 你这样做 你家小姐知道吗 双二说不出话来 他不知道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长生说道 还有什么事吗 先前那句话确实不该我说 双二平静下来 抬起手臂擦掉并肩的水滴 说道 小姐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你不要误会 听着这句话 陈长生沉默了很长时间 先前双二说过类似的话 很伤人 徐友荣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问道 误会什么 我不知道 双二看着他脸说道 你自己应该明白 昨夜白鹤带着那封信 月万里而归京都 在信里徐友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虽然他很清楚 徐友荣不可能真的想嫁给自己 他这样做一定引着别的意思 但对他的厌恶感还是减轻了很多 但此时听着双二转述的这句话 他的心情不可能太好 就这些 他看着双二说道 这是准备送课的意思 双二说道 小姐还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一声鹤鸣 白鹤自天空落下 扑扇着双翅落在藏书馆外 雨上的水珠是缓缓地躺下来 陈长生看着白鹤点了点头 白鹤夺到他的身前 低下戏井 碰了碰他的右臂 显得有些清热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他看着白鹤说道 白鹤清明两声 仿佛在做回答 看着这一幕画面 双二很是吃惊 昨夜白鹤飞走时 陈长生觉得忘记了一件什么事情 当时以为是费原弟弟的黑龙 此时他才想起来 自己应该写封信 然后请白鹤带给徐友荣 有很多事情 直接交流要好很多 双二始终扮演着 他与徐友荣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 他不喜欢这样 来到京都后 徐友荣只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 那个信里只有四个字 显得很是令熙笔墨 好自为之 陈长生提笔想了会儿 应该写出怎样的 赞钉截铁 饱含深意 傲视不群的四个字 才能够不落脸面地回复对方呢 这也是十岁后 他给他写的第一封信 但他最终呢 只是很平时地写了封信 字句寻常 说的也是寻常事 他不怎么愿意和小女生赌气 哪怕他是徐友荣 哪怕他只比他小三天 依然还是个小女生 京都南方万里之外 是圣女峰 圣女峰下皆是禁地 直到三百里外才有一座小镇 镇上生活的都是普通百姓 有铁铺 有酒铺 有肉铺 也有赌铺 铺一般玩的都是排酒 骰子 但这家赌铺最深处有个装修素铺的房间 摆着一张桌子 这一桌呢 玩的是麻将 坐在东手的是一名美丽的少女 那少女呢 十四五岁 眉眼如画 谋弱点漆 好看的不是凡人 桌旁三人 知道他肯定不是凡人 两年前 赌铺的老板准备对当时年龄更小 看上去更怯柔 更容易激起人类犯罪欲望的他 下手时 死得非常惨 何官是借了老板的位置 正是此时坐在桌膝头的那名中年大汉 从那天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 这位少女便会来到小镇 打一场麻将 两天一夜不准下桌 那间装饰朴素的房间 每数月才开放一次 陪他打麻将的便是最开始的三个人 从来没有换过 那三个人是普通人 真正的普通人 哪能想到会遇到这样不普通的事 从最开始的恐惧不安 到气牌不会手抖 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但到现在 他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 与那位小仙女相处了 在牌局里不会放水 而是真刀真枪的比划着输赢 甚至有时候还敢抱怨几声 能和这么漂亮的小仙女 一起打牌 这是多大的福分 而且有的时候 是真的能赢钱啊 窗外传来一声鹤唳 少女说道 今夜有事不打了 三人很吃惊 心想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次居然提前这么久 就结束了 两天一夜的规矩 还要不要了 少女取出几片金叶子 搁在桌上一座补偿 便转身离去 三人面面相去 其中一位妇人担心地说道 这个销量子 不知道发生啥事情 看到行资不是很搞理 小镇外的野山崖畔 徐友荣从白鹤的腿上 解下那封信 随意地拆开 满天星光下 纸张被照得很清楚 上面的语句寻常 笔记干净 篇幅不长 她却看了很长的时间 在那些语句和字机里 她看到了谨慎 却没有看到怨恨的情绪 甚至连一点负面的情绪都没有 她很难想象 一个少年在京都 经历了这么多难熬的日子后 还能平静如此 换作是她 她是肯定做不到的 她记得 她比自己只大三天 她望向京都的方向 说道 如果不是作为 这个家伙不是君子 便是真人 白鹤隐行而明 明显不同意她的说法 这里的不同意 指的是作为二字 徐柔荣有些无奈 说道 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家伙呢 我不记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白鹤低鸣两声 提请他先前关于君子和真人的说法 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 都不是能相伴漫长修道岁月的人啊 那样会太无趣了 他看着白鹤说道 我可不想过无趣的生活 白鹤微微偏紧 显得有些困惑 如果小姐你不想嫁给陈长生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要在世人面前承认这门婚事呢 徐柔荣没有解释什么 他自有想法 无论父母还是师长 教宗大人还是圣后娘娘都不知道 接着他打开刷儿的信开始看 然后他知道了昨夜青藤宴上发生的事情 他微微挑眉 有些意外 婚姝既然已经昭告世间 那么至少可以平静一段时间吧 只是那个家伙 还真的让人有些意外呢 然后他看到双耳转述的 与陈长生之间的对话 他背起双手 再次望向京都的方向 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忽然想起来 11岁的时候 我曾经偷偷写过一封信 让你带到西宁去 白鹤戏会清典 那是他最后一次去西宁 整个东玉神将府里 没有人知道 在那封信里 我好像说过 我不会嫁给他 他没有回信反对 那么他现在又是在坚持什么呢 陈长生坚持的事情 从来都不是这门婚事 除了西宁镇旧庙的师父与师兄 现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皇宫弟弟那条黑龙知道 当然他不知道 在持叛偶遇的那名中年妇人 也知道 为了那件事情 他甚至放弃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整个夜晚的时间 都被他用在冥想 用在引星光洗水上 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在最后那刻到来之前 他永远不会停下努力 清晨时分 他在藏书馆里醒来 如昨天一样 依旧是被吵醒的 国教学院前方 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 他推开藏书馆的门 和唐三十六 轩辕破走了过去 国教学院的门破了 国教学院被人破门 整理好不足数月的院门 被一辆马车是撞塌了 满地的实力与木块 看着很是可怜 一匹马倒在微湿的地面上 睁着无神的眼睛 四提巍巍的灯动 烟尘渐散 十余计出现在院外 仙衣怒马 马飞繁种 这些骑士美语冷漠 明显也不是普通人 一名青年骑士 看着残破的院门 面无表情的说道 这破院子 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